创业为什么失败率那么高 一个按摩的技师 按了十年 攒了钱 回家开了服装店 一个工厂打螺丝的技工 打了十年 回家开了个餐馆 不就这么回事吗 能不亏吗 要能力没能力 要经验没经验 要资源没资源 但是投资不一样 投资需不需要钱 投资真需要钱 而且是充足的现金 你们知道什么叫充足的现金吗 请问我们是不是亏了 不一定 不一定 他跌了我不卖就不叫亏 总有一天会涨的 但是你扛不住 因为你没钱 因为你都断供了 因为你不得不抛 所以你亏了 我有钱 我有充足的现金 我扛得住 我没卖 他涨了以后 我再卖 我就赚了 这个能听懂了吗 这个能不能听懂 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我在做房地产 南商的房子 很多业主是灰泪卖的 哭着卖的 那真的是嘎嘎溃 因为他们公司都失业了 没有办法 他不卖 他得破产的房子 他那个月供交不起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我有一个客户 在我手上买了40套房子 因为那个时候 跌了将近80% 2万多块钱一平米 跌到 我当时说实话 我在想 这人是不是傻 这女的是不是疯了 那不肯定亏 都跌成这一样了 都在抛 结果不到一年 09年 深圳的房子 爆涨 南商的房子 最开始开盘的是 5 6万 跌到将近2万多 结果他2万多买了 09年的时候 就翻读了将近10万 现在应该涨到 将近快20多万了吧 他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算了一下 净赚将近三个多亿 就是你们都听过 巴维特最著名的那句话 别人恐惧是我贪婪 别人贪婪是我恐惧 但有一个前提 你要有充足的现金流 你不然你贪婪啥呀 人家恐惧 人家钱不够了 月工都没了 工作也没了 能不恐惧吗 你为啥不恐惧 你帐上趴着几万亿 你恐惧个 是不是 咱们在讲 投资八大原则的时候 一讲完 你瞬间明白 投资也那么简单 就那点事 你整懂了以后 你不会亏钱 就学会了投资八大原则 按照这个方法来 只要你们投资行为 按照这八大原则 按照我这八大原则来 百分之百赚 百分之百不会亏 要不要学 必须得学 好好学 但是你看 这里就讲到了一条 最重要的 就是投资的三大原则 还记得是什么吗 来创业的三大原则 是哪三个 能力 经验 资源 对吧 创业是需要资源的嘛 你没有资源怎么能行的 客户也是一种资源 货源也是一种资源 好 那投资的三个能力 是什么呀 教育 经验 还有什么 充足的现金 这投资就真的需要钱 所以再来看看这张图 来万送ESBI 现金的四项线 就是我们为什么 告诉大家说 要从E项线到S 再到S到B 然后最后到I 为啥不让你 从E直接到I呢 你没有充足的现金 你只有企业 变成一个企业家的时候 你的企业才能给你 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大家能听懂我来说什么吗 你这个时候 你的投资是有底气的 就像我说的一样 亏了不卖就不叫亏 总有一天都会涨上来 但是你扛不扛得住 谁能扛得住 稳定的心情流 谁能扛得住 我后来就发现 买南山半岛城邦 亏的人都是什么人 都是打工的 都是一个高级雇员 当时也挺赚钱 结果因为金融风暴 然后失业了 他没有办法越共了 而我的那些客户 赚钱的都是啥人呢 都是企业家 钱多的要死 每年分红 分一两个亿 钱多的没地放 他放的无所谓 他不在乎 跌着他来看都不看 我说你跌了不就亏了吗 他亏什么亏 我也不卖亏什么亏 等到他 我说你什么时候买 他涨到九万的时候吧 我那个时候在想 我问你疯了 什么时候涨到九万 他总有一天会涨到九万的 就是这里的总有一天 对他来讲是一年以后 还是两年 还是三年 还是五年 他不在乎呀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因为他有稳定的现金流 所以我们必须要想方策法 从左向线 就是右向 把这张图画本上 这张图看懂 这张图太牛逼了 我不知道 就是当年我在那个 苏巴第二本 财务自由之路上 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兴奋的呀 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啊 你知道这是一张什么图吗 藏宝图 阶层越迁图 咱是不是讲到三了 三大阶层了 来写上 来 E向线那里写上 穷人 S写上 中餐 来 B和I 右向线这里写上 什么 富人 这是一张阶层越迁图 这是一张藏宝图 在金钱的世界里 我不管你学不学财商 你都在这里面 全世界六十亿人 不现在八十亿了是吧 都在这里面跑不出来 你要不在E向线 要不在I向线 要不在B向线 要不在I向线 只要你参与经济活动 你说你九十了 你不工作了 那算我没说 你只要参与经济活动 你一定在这里面 告诉我是不是 而可悲的是 很多人之所以穷 就是因为他在一个地方一待 就待了一辈子 十年前在那里 十年以后还在那里 因为你他一直在那里 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完成 阶层越迁 就周老师 凭啥 就是因为这张图 看懂了 能听懂吗 不跟你开玩笑啊 你告诉我马云最早 是不是做雇员的 杭东大学打工的 后来是不是自己创业 做小老板了 后来是不是企业做大了 请职业精英管理 变成企业家了 现在全球投资 I向线是不是 李嘉诚最早 是不是酒店跑谈的 I向线 后来自己创业 做小老板 后来变企业家 后来全球投资 是不是 马斯克最早 是不是收锅炉的 雇员 I向线 后来自己创业了 S 后来企业做大了 B向线 现在I向线 周老师也是一样 就这个世界 你写上 这个世界 所有的富人 都走过一条路 这条路是 E到S 到B到I 然后 他们实现了 阶层越前 这个世界 所有的富豪 都走过一条路 这条路是 E到S 到B到I S跟B最大的区别 S 离开企业一年 前倒闭了 叫S 老板离开企业一年 前更好的叫B 好 写完这以后 把刚才 傅爸爸讲的 那个陷阱也写上 写上 傅爸爸跟亲戚说 我对教你如何挣钱 如何赚钱 没有任何兴趣 当你每天想 如何挣钱 如何赚钱的时候 钱比你大 你眼睛里只有钱 看不到机会 看不到商机 这么些 看不到商机 当你在想 如何让钱 为你工作的时候 你比钱大 你能看到 生活处处都是商机 穷人和富人之间 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个鸿沟 叫做金钱的陷阱 扩乎 对钱的恐惧 和对金钱的贪婪 这是金钱的陷阱 对钱的恐惧 和对金钱的贪婪 把那个恐惧 跟贪婪标红 这就是两种病 这是癌细胞 只要你有 早晚得癌症 早晚死 有人能听懂吗 我再说一遍 咱们做财商教育的 咱们追求的是生活方式 是一种财务自由的生活方式 不是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没有钱的时候 我要成为百万富翁 我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我要陪我的家人 我要环游世界 我要玩 我年少都是梦想 有了一百万以后 我要赚一千万 有了一千万 我要赚一个亿 多少钱是个头啊 恐惧和贪婪 我告诉你们 这一关不过 你这辈子赚再多钱 没有用 早晚你还是个穷狂蛋 我是在什么时候过的 我在17岁就过关了 看过一梦而生的人去找 一梦而生讲全真的 当年的我穷困潦倒 住那个酒店 都能住20块钱 一个晚上的 十几个人睡大通铺 公共澡堂 去洗澡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皮夹子 打开一看 六百多块钱人民币 那六百多块 就是我那个时候 来讲天文数字 我看到以后 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 小样又想骗我 肯定是个菊 我就不让你骗 我就把那个钱包 又放上去了 能听懂吗 后来才发现 不是菊 那是人家真丢了 但是我不在乎 哥不在乎 我特别喜欢 周星驰那句话 我们虽然穷 但是不该我们拿的 我们一定不拿 对吧 我们只拿我们应得的 我们只赚我们 认知以内的钱 我们不要赚 超出自己认知以外的钱 因为我们赚不到 就算赚到 也会凭实际亏掉 你永远赚不到 超出你认知以外的钱 就算你凭运气赚到 也会凭实际亏掉 这个世界有159种 收割你的方法 直到你的认知 跟财富成正比 我们要做的 就是扩大认知 我们只做 我们认知以内的事 你们想象一下 创业为什么会亏钱 不就是做到自己 超出认知以外的事吗 所以高领资本的张磊 15年干了5000亿 被称为中国巴菲特 他说我在中国投资企业 最看重的是什么 最看重的是 一个老板的格级 一个老板的境界 一个团队的凝聚力 第三 最后一点 这句话能听到吗 就是很多人都是做了自己 超出自己能力边界以外的事 举个例子上市 那是谁都能上的吗 那不上市都好好的呀 但是我这样讲 可不是个负面思维啊 可不是说让你不去 接触未知以外的事 你可以去接触 你可以去学习 把它整懂了以后 如果你真的很热爱 你也很擅长 能有事情的轨道 你可以干 但是一定是把未知 变成已知才会干 大家能听到我在说什么吗 来写上一句话 永远在自己 已知领域内创业或投资 永远在自己已知领域内 做创业和投资 所以我也没有一个通 周老师 投币你不投 投电影吧 咱投电影吧 我说你懂电影吗 你管他 投就行了 我说你投吧 我不投 结果呢 几百万打水漂了吗 那还说啥说呀 那是你玩的吗 你懂吗 你都不懂 你投你不亏 谁亏呀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世界金钱的运作规律是啥 行 一句话讲完了 这个世界的金钱运作规律 懂的人赚不懂人的钱 讲完了 是不是 懂的人赚不懂人的钱吗 我懂装修 你不懂装修 你今天家里要装修 你找我了 我一定赚你钱 我随便一下都能赚到你钱 因为你不懂啊 这是你的未知领域啊 所以要想自己不亏 怎么办 一 我只在我已知领域之内投资创业 二 我不断的去学习 扩大我的未知领域 把更多的未知变成我的已知 来协商 对 永远只在自己已知领域创业 而且不断的学习 扩大自己的已知领域 把更多的未知变已知 好继续 那我们要想从左向线进入右向线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嘛 要想改变阶层线 只有从左向进入右向线 那怎么从左向进入右向线呢 四大能力 财商的四大能力 再直接一点 财商就是由这四大能力所组成的 这句话 写上 财商就是由这四大能力所组成的 一 营销 二 财务知识 三 投资学 四 法律 再画一个金塔 财商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创富 第二阶段 首富 第三阶段 用富 第四阶段 船富 所以什么人需要学财商 对了 所有人 不是穷人 穷人需要学财商 因为你得学中国创 富人更要学财商 你要写如何首富 你要写如何用富 越用越富 你要如何写船富 一个人富不叫富 一个家族富才叫富 一个家族富不叫富 富过三代才叫富 那如何创富 通过营销 如何首富 通过财务知识 如何征富 用富 越用越富 投资学 如何传富 法律 穷人要学财商 如何创富 富人要学财商 如何首富 如何传富 继续 一个人富不叫富 一时富不叫富 一个家族富 子孙三代都能富 才叫做真真正正的富 第一步 创富 一创富 如何创富 先营销 先营销是销售的升级板 销售是主动收入 营销是被动收入 先这个世界百分 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 消费者和销售者 你销售的人越多 你赚的就越多 再直接一点 穿越富人的真严 就是你会销售吗 中国改革开放诞生了很多富豪 97%的富豪都是靠销售起家 只有3%的富豪是靠技术起家 而靠技术起家的人 他一定是找到了一个销售天才 来帮他做销售 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说个题考考你们 从当兵刚回来 然后呢 他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转业 一个是回家 就是直接把转业的这个钱给到他 他就直接拿这个钱自己创业 转业 在当地的小县城 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有可能在银行 当一个普通的营业经理 有可能在工厂 当一个普通的保安 有可能在铁路上敲螺丝 一个月有两三千块钱 而如果你不转业的话呢 部队会直接赔你45万 选哪个 有人说选转业啊 我算了一下 如果他选择转业 拿到那个薪水 拿到45万 大概得花十年 你们能听懂吗 来 就算你选转业 有几个选择题啊 第一个选择题 是去铁路上敲螺丝 第二个选择题 去医院当保安 第三个选择题 去那个酒厂 做操作员 车间操作员 第四个选择 是去银行当销售员 选哪个 选敲螺丝的举手 你就是敲螺丝的是吧 选敲螺丝啊 选去工厂操作 车间操作的举手 选去那个银行 当销售员的举手 我再说一遍啊 你们家里如果有钱 你可以直接学投资 你直接进入爱象线 我没意见 我还是建议你 先进入B象线 因为你会发现 现在的投资 最好的一定是股权投资 一个做过企业的人 跟一个没有做过企业的人 去投资企业 你告诉我谁会赢 一定是做过企业的人 我一眼就能看穿 你这个商业模式有没有问题 这个团队有没有问题 你公司机制系统有没有问题 对还是不对 但是如果你说你很有个性 你非要直接进入爱象线 可以 但是如果你家里没有钱 你想实现财富自由 你只有一条路 你没有第二条路 那就是创业 要想成为一个创业者 我告诉你 只有两条路能够赚到钱 第一条路 你有超级牛逼的技术 你是个技术天才 第二条路就是你销售 你得回旋回旋 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马化腾是技术 他懂技术 然后找了个会销售的 腾讯干起来了 但是像我们大多数人 不像马化腾一样 有技术 读大学 我们都像马云一样 为什么说马云 知道我们学习 因为马云就是我们 跟我们一样 纯草根 再没有 互联网 email他都不会用 但是他会销售 把销售电脑机制了 他也能成功 大家能不能听懂 我在说什么 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 销售者和消费者 你要不当销售者 要不到消费者 为什么不要 该只能成为世界首富 因为他发明了一个 操作系统 叫温度操作系统 卖给了全球的每一个人 告诉我是不是 你能把自己 卖给多少人 能成为多大的事业 但是如果你不会销售 你不敢销售 发现跟我学习 能拿到结果的 我告诉你 为什么很多人 他学财商 他就是拿不到结果 因为他学财商的时候 他是公司的一个 普通的一个文职员工 他学完以后 他三年五年 他还在那边干文职 他学这些课没有用 什么样的人能改变命运 就像今天 咱们上来分享这些同学 我在华为做技术 我今天不干了 我辞职了 我自己创业了 我自己做销售 我自己搞营销 能听懂得说什么吗 所以一定要学习营销 一定要学会销售 一定要去敢去做销售 如果你是个普通大学生 你要问我找工作找什么 除非你有技术天赋 要不然你一定做销售员